哈喽大家好 打耳钉啥的大家看多了 眼尾钉是不是觉得有点新鲜呢 而近日 我们熟悉的时髦金王一博 就有大胆尝试了呢 虽然说不是真的打钉 但却是尝试了这样的造型来 拍摄了一组画报 摆遍造型加上酷感十足的发型 看起来清冷疏离气质相当出众 一时间让人不得不夸一句 确实有够迷人 后视的头发遮住了眼尾 显得他本身就小巧的脸型 变得更精致立体了 看着似乎都不够那个巴掌大 也太让人羡慕了吧 乌黑浓密的发型看着 还有点复古韵味 清冷疏离让人不由着迷 而且最赞的是 他的气质是真的很不错 中二感十足的拍照 pose也不会让人觉得油腻 这镜头表现力是真的很不错哦 个性感十足的发型 加上这眼伪定 看着可真结奥不羁的 一下就让乃里乃气的一搏 变成了名副其实的裤盖 这造型还真是有够给力的 甚至连这样的黑色毛衣 都变得更加时髦潮气 立体的五官和高冷好气质 高级感还真足 随手一拍就很有大片感 表现力完全不输专业超模 眼尾钉的冷裤让西装 和衬衫都变得更有型了 贵族感都快隔着屏幕冲出来了 丽领衬衫虽然贵气好看 但却很容易显得脖子短脸大 要不是一搏弟弟的硬件条件够好 还真是hold不住呢 黑白搭配简练高级 既不会单调乏味 又不会老气刻板 时尚表现力堪称一绝 黑白的色调更是神秘有形 这闭眼的样子也太撩人了吧 难怪能够掌握万千少女的芳心了 这样看着还真不是没有道理 别说是女生啊 相信就算是男生看了 也得夸上几句吧 而且讲真 这一身还是很值得学习的 特别是参加年会之类的时候 用这一身来震场子就再合适不过了 遮住眼睛之后的一搏 简直哭到眉边 女款上衣也能穿出时尚感 一点都不会有阴柔的感觉 依旧还是黑白配 但胜在气质过人 满身的logo款式 本身是很容易穿得像个爆发户的 只是弟弟的这世上消化力 真的是无所畏惧 看来像奶奶家的行走的代言人这个名号 还真不是白来的呀 种草能力绝了 真没想到原来男生穿女装 也能一点都不为何 特别是这样翻起衣领后 就更是让人一步开眼了 深沉稳中中又有点霸道有形的感觉 一下就从男孩变成了男人 荷尔蒙爆表的样子 谁看了不心动那 难怪能够得到品牌方面的宠爱了 颜伟钉和皮衣的搭配 真的太合适了 酷萨不羁的同时还有点性格 这狂野个性的感觉 真的是男生看了都要佩服 不好消化的单品 在他身上总是能够变得合理 大概这就是潮人 与我们凡人最大的不同吧 技能风穿搭也很适合王一博 而且这一身 真的很有他私服的味道呢 基础的配色加上时髦的小细节 精致撩人但不会浮夸 最重要的是对大部分的身材都很友好 哪什么完全可以放心大胆的照搬呢 超短款的皮衣 光是看着都觉得不好驾驭 既容易打破身材比例 又很容易穿出Tony同款的土气 要不是本身气质好的话 还真是消化不了这般刁钻的造型 但很明显的是 王一博完全都没有在怕的 随便一套就是大片 机车感十足 不管是刁钻的眼尾定 还是摆编的造型 都没有难倒王一博 大胆潮气还有型油款 你是不是也被这个裤盖给迷倒了呢 没想到 T会在做策划的时候 用到凝视理论 请王一博来诠释 美术馆与展览品 这个主题也确实是明智之选 王一博T杂志主题 演艺人与观看的双重博弈 有的人接受宿命般的观看 有的人则选择顽抗 而王一博却选择 从未让渡自己的解释权 凝视者往往是带着欲望和审判的 比如会把人扒皮脱骨的舆论 不讲道理的迂腐观念 当一万张嘴说着 你应该这样 你不该那样的时候 被凝视的一方 有非常大概率会妥协 成别人想要的样子 从拥有主动权的自我 沦落为一化成功的凝视对象 但王一博不会 于王一博而言 这种自我优化 便是他要拿回 或者说从未让渡的 他的自我解释权 我生来就固执 讲自己的故事 和独特的气质 我的世界不退让 他向来不躲避一切合理的 不合理的审判 不抗拒一切搞得会 搞不会的舆论困境 他接纳着瞬息万变 稳坐风暴眼中心 却紧紧握着仅此一份的本我 绝不放任自己变为迂腐 市场改造完毕的量产玩具 从无感到世界守则 再到自我优化 这或许就是组成王一博的 某些记忆碎片吧 是他却不完全是他 不断在优化调整 突破自我 永远在前进 听他说 恨他做 期待他 相信他 好酷 好喜欢这样的人生态度 坚持做自己 且没有为了做自己故意叛逆 随着陈琴令的爆火 王一博的热度也越来越高 不少人因为蓝忘机 这个角色认识了这位优秀少年 也见证了他得将的光荣时刻 而这位少年才年仅23岁 就已经成为了圈内的顶流 是非常了不起的 可在他身上有一点是 让人非常心疼的 那就是在面对镜头和大众的时候 王一博总是把自己受过的伤 全部都遮盖住 这一点连大众都知道 面对镜头王一博关于受伤 生病撤药的事情全都避而不谈 全部都抛之脑后 从这里能够感受到王一博的 性格到底是怎样的 在参加活动的时候 由于要给大家展示 这款产品的好坏 王一博撸起袖子开始做实验 为的就是让大家看到 品牌的实用性高吗 可就在撸起袖子的刹那间 王一博看到摄影相机 立马就遮住了自己的手腕 看到这个画面 粉丝也开始考究 这个动作是出于何处 因为王一博平时并不是这样的一个人 做什么事都是大大方方 丝毫不遮遮掩掩 可这次这个动作出乎意料 不少网友直言 有啥不敢见人的秘密 可当真正去了解王一博 看到他手腕上的伤痕 心里面已经开始默默心疼他了 王一博心脏病不是很好 所以手上有一些浅色疤痕 即便是有美颜和滤镜 也能够清晰地看到他受伤的地方 所以一般情况下 他会遮住自己的右手 这让人有些许的心疼 但比起右手手腕 左手手腕相对应好了很多 王一博露奇左边袖口的时候 随着镜头拍摄的画面 看到他的手腕并没有太多的伤 是细皮嫩肉的 一点都不像是一个男孩子的皮肤 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不少代言产品都找上门 想要王一博代言 要知道代言一个产品跟明星的品质 还有诚信都有着一定的关系 这两年王一博的人气越来越高 不少大品牌 还有高收品牌全都 开始找王一博代言 竞争非常激烈 王一博这两年也没有闲着 在代言这方面赚了不少钱 但不得不说 他代言的产品在分类中排行第一 实用性也很好 不少路人买了之后都回购了 可见王一博在代言上 不仅数量足够漂亮 就连数据也是很漂亮的 网友在购买完王一博代言的产品后 还不忘说他一句好 就这样王一博的路人员越来越好 不少人都开始关注这位男孩的行程 也开始关注他的一切 大家都知道 王一博在娱乐圈中可谓是非常的火达 作为一位近年来才爆红的人气演员 王一博在各方面的口碑都很不错 但即便如此 作为娱乐圈中的新进演员 王一博在表演方面 事业依旧算是薄弱 他目前肩下的作品 也是偏向于代言情剧类 向王一博爆红之后 肩下的新剧有匪就是言情类作品 当然 目前王一博主演的微波剧 《逆运火》倒是让人期待的 此外 王一博主演的新剧《风起洛阳》 目前也还没有杀青 可以说 王一博如今的资源是不断的 这部《风起洛阳》还没有杀青 就再度有消息爆出 王一博又有新剧了 重点是 这一次的新剧在格调上可是很大呀 据悉 王一博将出演献礼剧 《理想照耀中国》 而在这一部剧中 领衔主演就是王凯和王静松 此外 其他主演更有张紫怡 佟丽亚 王俊凯 李一彤 陈晓 邓伦等等的人气大咖 这阵容简直就是重心云集啊 不得不说 王一博能够与这么多的大咖 共同主演新剧《理想照耀中国》 简直是大传呀 当然 当看到《理想照耀中国》的总导演是谁之后 也明白为何王一博能出演了 因为《理想照耀中国》的总导演就是《冰与火》的导演傅东宇 这估计也是王一博与 陈晓两人都会在新剧《理想照耀中国》中的重要原因吧 最后为一博加油吧 希望一博越来越好 《理想照耀中国》